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男子80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要欢迎到的是红方选手 来自于国际博客训练基地 他有着青铜战士之称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青铜战士 俄尔登朝克图 有请 这次奥登场的我们的蓝方选手呢 听他的名字好像非常难摔 因为他的绰号叫做巴臂天王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于北京 剑任摔跤队的巴臂天王 巴雅尔有请 担任本场比赛场上裁判的是国家级裁判员 韩佩林 我们的边策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侯轩亮 以及李建英 担任本场比赛裁判长的是国家级裁判员依凡 好 接下来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一个 Hooded 领导庇主持人 东方运期后 0猪背设 Т === 是我确定这是 中文人 我们的帮助 两位 在这里 南方的 进行 Chicken 鱼 两个运动员现在在本组当中 也就是我们80公斤级的整体当中 分别都是6分 也就是都取得了两场胜利 所以这场比赛的结果 对两个人的排名非常的重要 对 红方运动员 俄尔登曹晓图是一名老运动员 双方差了10岁 对 以既往的比赛经历来说 而且他的成绩非常不错 红方 红方要更有在比赛经历来说 更有优势一些 俄尔登曹晓图 2011年15年 全国少民都运动会 都取得了中国是摔掉的冠军 而且锦标赛冠军赛的 红方消息 也取得了冠军 当然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级数 就公斤级数的上升 也会看到我们场上的队员 动作可能并不像轻量级别 端着 端着两把中心袋 红方运动员端着两把中心袋 蓝方运动员 这样的话 两只手都抓着对方的中心袋的话 用哪只手来防守呢 不是防守 这下动作 他作为内蒙人 他的动作很多 他有闪的动作 有凝的动作 可以抵打得合的动作 批的动作 他的变化 他的一把手变化很多 所以叫八臂天王 红方 蓝方运联八亚尔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2013年一直到2016年 全国锦标赛 冠军赛 包括国际锦标赛 都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所以两人的成绩 非常接近的 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八亚尔原来是从轻量级 一直到我们现在的80公斤级的 八亚尔年龄很年轻 在体力上 在力量上应该占一定的优势 但是红方运动员 是一老运动员 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红方 蓝方现在两只手 抓住了对方的同一边衣领 同时下类了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蓝方1比0暂时领先 凤Let's go 好 比赛继续回到双方的第二回合 各位现在正在看到的是80公斤级的比赛 我们的额尔登 朝克图 红方对阵巴亚 蓝方 比第一回合要激烈很多 因为双方现在经过一个回合的适应 对对方的路数也有些了解 通过中场休息 也想好了怎么对付对方 都在找机会 但是对于双方来说 现在力量组已经不能够完全的压制对方了 双方运动员的力量都不小 推体也很有根 谁做动作都不是那么轻易的能战胜的 这一回合你上来的激烈程度 各位可以看到 红方的衣服都快被扯掉了 双方消极 警告一致 准备 开始 上方消极送给对方一分 现在我们场上平局一比一 现在我们场上平局一比一 开始 很坚决这下动作 也是抓住了一个机会 对 机会来了 红方运动员使了一下动作 刚要起身 没有成功 刚要起身的时候 蓝方运动员立刻进去使了一下崴 这时候用动作非常省力 红方 裁判提醒红方要抓紧时间进攻 陷队 高护体 呗 下来了 在我们的擂台边上争夺得非常激烈 不过最终还是非常遗憾 双方同时掉下擂台 两个人稍时休息一下 但是我们场上的一个计时还是会继续 这也是我们重视摔跤的这个毛摔 力量非常大 所以在第二回合的最后这几十秒当中 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蓝方 就倒在擂台边上 下一下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第二回合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2比1 蓝方暂时领先 正在收看比赛直播的各位观众 再一次提醒各位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当中 为选手来制定人气礼物 比如说包括我们专属的鲜花 胶靴 各类胶衣等等 各位通过打赏礼物的方式 来支持喜爱的选手 进行投票 加油 我们榜单中最终的人气王 将有机会获得 交谈英雄榜代言人的司格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开始 果然第三回合一上来 双方都非常猛烈地发起了进攻 因为现在双方的比分非常的胶着 2比1 已经到第三回合了 双方依然是 非常关键的最后一个回合 双方力量非常大 刚才红方运园 抓着机会去脸 蓝方的手弄脸不开 刚我们在比赛开始的时候也说了 因为现在双方都是取得两场胜利 即6分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任何一位选手的 都是非常关键的一行比赛 排名非常的重要 非常突然 蓝方现在压住对方 两人现在头对头 蓝方想要使脚 但是重心有可能后移 没手了 蓝方运园员没有手了 腾出来了一只手 抓住对方的后领 双方运园员都在底下转悠 转中一那儿 圈着胳膊 转直门 基本都在这条转悠 没有往上转 双方运园员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不会轻易冒高的 刚才这个不应该 蓝方被罚掉了一分 红方被罚掉了一分 这样的话在第三回合当中 蓝方三比一领先 走 非常激烈 双方 非常好 把蓝方拉起来以后 匀了一下 立腿成功了 我们先看到这个 蓝方 双方运园消耗体力非常大 是的 80公斤级的比赛 所以就很少能够 尤其是对 红方运园是一个非常的考验 很少能够看到 胚这个动作的出现了 因为双方的这个身材 确实都人高麻大的 蓝方消极警告一次 预备 开始 好 现在双方 收到一次处罚 那现在双方又回到了 同一起跑线上 三比三 准备 开始 红方看了一眼 我们的计时器 停 蓝方现在是不敢拿到一分 对 双方运园同时下类 平均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这一场比赛